我今天要講的是銀髮族退休 那銀髮族退休後 下一步要做什麼 呃 在家裡照顧孫子嗎 到處走嗎 環遊世界嗎 還是 看一天算一天 那今天我要提出一個 四大新的東西 第一個 你要創造新的事業 什麼叫創造新的事業 在過去你的環境 就是你工作的地點跟你住家的地方 現在呢 我們要走出去 看到更大的事業 看更大的方向 這是退休族第一個要做的 第二個呢 你過去的生命 是為了家庭 要養老 養少 所以你的生命是為了這個家 付出了一生的辛勞 那退休了 你的老人 然後家裡的雙行可能也都走了 孩子也可能都自己成立家裡 成立新的家庭 或者是去就業到離開你更遠的地方去了 所以你要去創造 開始去啟動 開始去尋找 你的新的價值在哪裡 你的價值已經沒了 照顧家的價值已經沒有了 已經這個角色已經沒有失去了 所以你要再創造新的角色 所以你要去創造你 或者去動你生命 另外一個新的價值在哪裡 那第三件就是 你的生活型態要改變 過去生活型態可能為了賺錢等等等 所以你的居居 你的做事 可能都跟你的事業有關系 那現在你的生活型態要改變 所以未來的新趨勢 你要找一個新的趨勢 現在趨勢做什麼 我們能不能跟著趨勢來走 那最後呢 我想過去的大部分的經濟都是在講養家裡 那你所剩下也沒有多少 所以那這時候 你是不是在開始你的創造新的動能 來為你下半輩子的生活而打拼 我想養子防老這個概念已經大概快沒了 所以那下一步快不能止 無法達到 所以你一定要開始創造新的動能 退休了 過去你是為了你的薪水的高低而就業 那現在能不能為了你曾經的理想 去用你的理想來開始 去創造新的經濟的來源 好那我們看第二個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先講到我們退休大約在55到65 我想現在都是65以上 好那這時候 你退休的那一剎那有五大優勢 相對的也有五大失落 五大的你的優勢可是這五大失落 那你註定要失敗 你註定要走向疾病 註定要走到衰老 註定要走向優異 那我們說五大失落 失去的工作 退休了嘛 那實習工作的帶來的就是你失去你的地位 因為你以前是總經理 以前是校長 以前是等等等 教授現在不是了 什麼也都不是 所以你的地位也都沒了 隨著你的工作失去 你的地位也不見了 好這時候 更悲哀的是你的兒女長大了 他們要自己成立這些家庭 甚至搬出去住了 或者是到更遠的地方去上班 所以你的兒女大概也會在你身邊 那緊接著你的長輩 可以逐一的走掉 因為年紀老了嘛 總要走 所以他漸漸的走掉 最悲哀的最後就是你的健康也沒有了 因為你65歲不能再算健康的人 你是壓健康的 所以你這個五大失落 這是退休的那一刻開始 會走向一直往下走 那如果你抓住 這時候退休的那瞬間的五大優勢 去改變你未來的這生活 啟動你生命的新價值 你可能就人生真的就改變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時候 你人生的歷練最高 所以你做什麼事都很有理念 很有幹勁 因為你都經歷過了 我想未來你的歷練 不能再深深化了 因為退休了 人脈也是最好的 這時候 我想再退退 你退下去 大概人家都會認識你 那你經濟也就去自由了 你不用養大養老 養老養少 那你工作這麼久了 所以這時候的 你不會像年輕人時代 動不動就換工作的 這現象 所以你是最穩定 反面思想這時候最成熟 我現在算已經老熟了 好 那我們來看這五大失落 那五大失落 剛才已經講過了 失去健康、失去地位 失去治你、失去獎貝、失去健康 如果你沒有好好處理的話 那這個五大失落 就會讓你失落 五大失落 五大失落 就會讓你失落 失落 孤獨 優異 甚至有人走上自殺 有些老人家 甚至在更年輕人 你的生 會走上自殺 所以如果你沒有把你的 你的情緒處理好 你的未來處理好 那你這個五大失落 會讓你肩膽讓你覺得你很失落 這個世界上 好像都沒有你的存在 都不需要你 很多人都把你忽視了 沒有看到你 就把你鼓勵了 所以你開始會猶豫 那你生活越來越 那最後不是自殺就是生病 越來越 心情不好 身體越來越惡化 那你能不能用你這個五大失落 就是你的最高峰還有真脈 你的經濟這麼好 經濟又很自由 又很穩定又成熟 那我們能用這五大的優勢 來創造 我們新的動力 為什麼寫主力 那 基本上我們都認為老人家 長者 退休者都是主力 所以這社會經濟來說 他是一個主力 他如果 他可能會花很多錢 他又不失生產 所以很多社會 雖然嘴巴不說 可是心裡都把這邊 這個 英法族當作是一個主力 好 那我們一直講 國家一直在講說 英法族 我們接近 我們的 所謂的人口老化 那人口老化以後 那怎麼辦 不是見昂然 也不是去見長期照護 而是怎麼樣讓他 阻止他老化 延緩他老化 怎麼樣再把他們的動力重新啟動 創造在新的動力 讓這群 所謂已經所謂的退休族 能 走到最後一分鐘 還在 還在怎麼樣 還在快樂的當中 快樂的學習 快樂的工作 快樂的 的 餐飲 那這是一個很大的動力 只要把這五大優勢 我想 這個時候 要做的就是這個 而不是 蓋了一堆一安兩宴 蓋了一堆 一堆 教護的 好像這些人都是沒有用的 其實這是 不對的概念 好 我們來看看 我們能不能把這個 你看我們 從小 0歲到20歲 都在學習階段 20歲以後 我們就開始為這個 家裡奮鬥 可能回到14年 30幾年 60歲 退休 那大部分都在等待死亡 退休 下下棋 打打太棋 聊聊天 到處走走 這樣子 沒有目標的 等待 等待什麼 等待死亡的來臨 我也不知道 那能不能這時候改變 改變我們的團統概念 退休 退休了 退休完後呢 過去 40年 為了家庭的奮鬥 現在你為你個人理想 為你未來的階段奮鬥 奮鬥個10年 好到20年 你才有辦法 在你嘴 你真的 老的時候 要 開始 七八十八 九十歲的時候 誒 沉醉在你的成果當中 你開始可以想要你的成果 那其實所謂的沉醉 也不是說停下來 而是 你要做什麼 就做什麼 那個概念 OK 好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的鞍牙機構的相關問題